HELLO 看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一条影片的话 麻烦你们做齐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 可以搜寻超点FM TV 就可以看到我们其他最新的影片和资料 这个真谈其实就是 这个叫做叉美丽的人 他就在东方诽谤我 他说我欠钱 说我猜他谁 说我A for my mother 这些东西就无法接受 实际上他说我唱出他三年 实际上他唱出我三年之后 我今天就带齐 我这个桌子里还有很多他的证据 实际上我看到这些证据之后 一会儿我就今天来 我就提醒他 很多北位人知的虚拗 欠钱的事实 我已经带到证据了 他说我欠钱就肯定是诽谤我的 他说我抽他的水 反而是他抽我的水 但是我还拿出证据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一步步来说 首先我其实怎么认识他呢 我其实抽签不认识他的 他一步说他说自己呢 他说我是假天眼 他说他是什么政府 我说A for 那说真的他是什么A for 什么政府啊 那其实是2019年去香港 我唯一语言到有瘟疫爆发的师傅是谁 是我权朗 不是他差什么 他当时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都没有什么水平的 那我要证据的 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呢 他说我什么 首先 我通过的成绩是2021年 我的确在地铁站做了一个宣传 当时我出了一些保温证书 那这个就是地铁上的一个宣传来的 记得2021年 2021年 接着有人呢 就把我这个地铁的那个宣传呢 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呢 就放在Facebook上出了一个姿势啦 这个姿势啦 因为我这个风波呢 就是来自我这个地铁的那个 车厂的宣传 我的运程书的这个宣传海报 当中写了三个字 差心女 就是我的前世 那我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差心女的身份 我为什么不能用回我的身份呢 接着呢 有人出了姿势之后呢 谁不知这个差心女呢 就下去了 就用好打扫呢 就说我呢 就是搓她谁啦 就知道她出名啦 哎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有个虾就看不顺眼了 那这个虾呢 是我帮她做得好的 一个帮她做得很好 帮她做得很好 效果很好的虾 接着呢 他看不顺眼了 其实没有跟这个差心女的吵 于是他就想用电脑上网 这里有个事的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公平的 见证 这里呢 2021年9月20日 我那个 即是我的数学呢 就用电脑上网呢 就搜索我的名字 我的范图名呢 当时就显示的 7000 7183万的搜寸量 接着呢 接着呢 搜索我的范图的减体名 就是7200万 total加上了1亿4200万的搜寸量 接着呢 我的那个数学呢 只是将这两个图 这个是她写给我的 只将这两个图呢 就传了这个 刚刚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 被她的差什么女 在那打架 用打架打架 我抽个水的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传了这个 手寸量 1亿4000多个图上去 接着呢 她什么女 看完之后呢 就发生了很大件事 什么事呢 接着呢 她就缤纷了多久 打我 OK 师傅 我这里先走一走 我的理解呢 即是换言之 在你的角度呢 你认为2021年9月开始呢 就是这样说 这件事的开始 你就知道 咦 原来坊间 是有人用你的名字 是吧 或者是同一个形象 这样去出来 是的 那时候我才知道 记住我之前 我真的不认识她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呢 第一 她又不出名 我很多时候 到现在都不认识她 她说自己很红 说真的 我很多时候都不认识她 这个第一 第二呢 我的手寸量 多过她很多倍 她当时的手寸量 是我的美数都没有 她有什么资格 我在这里 抄她 即是有什么资格 说我抄她谁 这个第一 我跟她走的路数都不同 她是欺负我 我不是欺负人的 我全部都是讲事实的 帮人的 侦察杉料帮人的 所以她说我会抽她谁 做错的 她会诽谤我 抢水 逮捕我 接着重点 她自从看到我有 114000多个手寸量之后 她就开始在网络当中 写这个网站 就将她的 叉咩类的名字 放在我 渠量的名字 这些人的客人 上网搜到之后 告诉我 你把我渠量的名字 就看到 渠量 人家一点下去 就看到她的网站 接着又有 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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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拼的意思 哦 是同一字 接着又渠量 现在网络就离开了 她围着今次在东网来 创水网 于是她把这个网站 终于放在 几年的网站 终于离开了 她放在 21年到2024年 今年 现在才离开了 一流年以来 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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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上 几年的 我证明 他是 大集合 经就是 我员 影响 是 vos 但是 但是由于我没有骗人 所以一直以来他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他都很新闻的了 同时我说他编纷纪录 他用了一百多个打手的账号 他在Facebook就整了一个神棍群组 由于他喜欢骗人 他就很惊人地出现 于是他就预先做了一个神棍群组 如果他把他的东西放在里 他就会封杀 不被你放出去的 他就用那些群组组组组组组组我三年 不是我组组的三年 稍后他就是组组了我的所有证据 我只是组组了一点 稍后可以给你们看一看 这里就是他留了我三年的所有 你给大家看看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从何得知这个群组是他开的 因为以我所理解的管理员不是他的名字 光小白就是他的发明 怎样人知道的呢 你说得非常好 就是缘起 刚才说的这里 这里有一个我的客人 跟着他就在这里 把我一个手信量高的图 删上这个人的账号 参名院就记起他 然后有一天我今年就发过一个神棍 几月谋充我的名字 在Facebook开了一个假的我权量的户口 骂人 接着我就拍了一条片 我又澄清我 接着我就叫头地 就放了那个神棍群走 就打算提点一下大家 不要被告人骂 怎么知道他删了一份 就是这个他发过的 就是这个客人 曾经就删了这个 放了去各个群座 参名院看到这个状况之后 他就说是我的打手 这个时候 让人知道是参名女的 就是因为参名女 曾经说了一句话 哎呀又是你啊 你曾经在Facebook那里 你是拳朗的打手 你闹过参师傅的了 哎呀他这么说啊 接着那个客人 他说原来是你啊 原来这个群是你的 然后他说 估你原来就是你啊 然后后来他就说了什么 他说 你知道是我 你不要来啦 哎呀 现在你就删了这个说话 很多都删了给他 所以呢 接着你就删了这个 这个上官群 江小白就是他 他为了他为了我 我把这些人爆出来 为了我爆出来 为了我爆出来 人不信我 于是他现在就删了这个过 这个过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他自己啊 他扮了一个客人 扮了一个客人 就当他自己是 他扮了他几十万的一个客人 加上我的客人 就删了一些 他在网络上搜尋也好 他自己扎出来也好 总之呢 人家呢 说他扮钱的那些东西呢 他就不断地删给我 这个就是证据了 你可以看了 这个限图就是他 然后这些全部都删给我的 删完之后呢 他几个月呢 用这个帐户当中 我其中一个说法 我是 你看到啊 他其中删了一个人渣的过来 我认识很深刻啊 导演可以出图二和三 好啊 接着呢 他就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 很有趣的 人渣的那个图出来给我 这个人渣就是这里了 他出了这个 这个人渣的这个图 这个人渣呢 其实就是 他自己的这个 后面我才知道他自己人的 为什么呢 做完之后 他自己说自己人渣啦 接着呢 就放在Facebook 因为我说 因为我之前的裙子 在Facebook 他从来没有一个是 罵他的嘛 那他为了我说出来 揭替他 那裙子 他呢 于是呢 就做了一个 把他精神分裂啊 把他所有的 壞事呢 导演给我 接着导演给我之后呢 你看 怎样是导演给他呢 接着说 骂人呢 是没有笨得的证据 说骁人渣 我就写了这句话 怎样之呢 这个就是他的神光群组 他呢 就用这个神光群组 将我整个东西呢 原副下 copy 下去 接着呢 做成是 我 我的打手 打他的一个假象 那 sorry 师傅 这里我一定要拆一拆个嘴 嗯 大家可以看看这里 嗯 那就是 这个是师傅啦 师傅讲的东西 嗯 然后呢 这个就是 恶恶公开德国际 是吧 就是因为这里的名字 那就是 卡德的 他自己给我的 他自己给我的 的朋友啦 那师傅就讲了这句话 然后呢 奇怪的地方呢 他就说呢 这句exact wording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在对方这个群组 神棍group那里呢 就出现了 正如照抄的 但是师傅 就是我都要清醒地问一问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将你这个说话 靠出去呢 因为 因为我 我想跟你说一句 他这一个呢 就是他自己 加上我群组 他就扮演一个 押着他钱的人 和我对话 他一来我就知道是他自己 于是我就 不知道 我看他搞什么 看他怎样 他有这么正常分裂的 将自己的坏东西 寄给我 所以我一直来看 我都没有看过他的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挺 挺夸张的哦 他说他炒了七仙羽 怎么办呢 就是他自己 扮了 扮了 扮了之后呢 他多厉害啊 他自己扮了 这个是Keto 那个他和我的电话 那么呢 我拆穿他是他的 然后呢 不单止哦 然后他自己承認了 他说呢 大部分人 知道他是神伴哦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的 自己的说明的了 那 接着呢 他说呢 他说 如果谁相信他呢 就是他的缘有哦 就是承认自己是真诚病了 頭部有病 然後誰相信她 她說意思是人家頭部有病 說人家遠遠有話 然後她 她幾天上東網 罵了我A的大媽之後 她幾天說自己 她說自己很瘋的 然後說我已經沒有出聲 你看她自己說我沒有出聲 這個沒出聲最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她後來幾天告訴我們 她說她最生氣什麼 生氣自己是關妹出身 被人踢爆 她說她生氣 我想她生氣自己骨妹出身 被人踢爆所已發 其實這些是她自己說的 她是假裝被她騙的人 然後她最厲害在這裡 她說她自己說 她說她其實認為我很大量 她說我很大量 她說我都 你看看 她說我都沒有在Facebook上唱出她 是她自己不停地說 這句說話請放大 我不知道觀眾聽不明白 權朗師傅所說的 即是師傅她說有一個人 她是用Whatsapp去聯絡師傅 當然你看到她的名字 叫做Angela 那師傅認為這個Angela 其實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她認為這個Angela 根本就是七仙語本人 嗯 而七仙語就是所謂疑似七仙語 在這裏面的Whatsapp對話 跟權朗師傅說了很多很多很多 師傅現在就跟大家解釋 在她的角度 她怎樣去看這個Angela所說的東西 其實就是反過來 不停地想引 是否這樣說 想引師傅呢 就去可能對她的一些批評 從而又可以再炒出來 其他群組那裏再說 應該這樣說 她最重要是想 等等我 就是好像我相信她 她想研究她相信我 這個呢 接著她就說 我假天眼 我神通 那意思就是說 特朗普那件事 她已經預測中了 假是她的鼓中了 接著她說 我老婆也沒有預測出來 她說我是假天眼 那首先我跟大家說 這個 又沒有太多 她說她自己有料 可不可以先解釋 天眼是什麼呢 師傅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就說她是假修行者 因為一個真正的修行者 其實知道神通分很多種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我的神通 不是說我有什麼東西 我是宿命通 我的神通 她連神通 是宿命通 是什麼東西她都不明白 她竟然說自己收得好 是宿癢 這個就是假假的了 那其實呢 我的宿命通 不是用來余測的 我所有的余測 都是供天障得回來的 這個是廣民 天障 那現在就跟大家說 我的余測 我給她做一個中間人看 這個就是我的 我的頻道當中 我余測特朗普 我說2年24年3月20日 已經余測的了 當時就是 拜登和特朗普 地決的時候 我就說是 特朗普人出 成為2年25年的總統 美國總統 然後呢 後來呢 正在一輪之後 霍檢尼的女兒出來 霍檢尼 霍檢尼 那她出來之後呢 為什麼我以為 後來我就沒有說 這個大臣婆出來呢 是因為 有一個很有 本來我也不想 為這件事解釋的 但是既然她在 這樣創衰我呢 我就在這裡解釋一下 其實呢 當時就有一個 很有背景的人 過來找我 他說呢 他要我說 課警來認特朗普 當時我就跟她說 我說不是 我說 我已經預測到了 誰叫你說 賀錦尼勝訴 一個很欲悲見的人 不能說 接著呢 我呢 我就已經跟她這樣說了 我有一條片已經出了 我已經預測了 是 2025年的總統 是 那個特朗普的了 我說 從巴士來看 特朗普真的會贏的 會做在南北總統的 美國總統的 接著她就說 要我 講霍檢尼認特朗 她說 要很多人去參加她 但後來呢 我就答應了 所以我就說 霍檢尼認特朗普 但是我說了 我答應了她 所以我就不想解釋 啊 你既然抓了這件事 你在這裡 在這裡 和我 就是 那些人來 唱衰我 那既然 OK 你如果要唱衰我的話 今天我就 不如這樣 那媽媽在這裡 就做一個 見證 到底誰才要了 我這個就和你比一波 那 這個手頭上 就好 我和你比的 什麼來的呢 剛剛這麼巧 美國大選之後 她就預測一個股市 她一路會升 會升一段時間的 請大家看 這個就 你見證一下 這個是她預測的 她這條片 她就會按了 2024年 10月30號 10月30號 她就在一個台中 她就說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她抗生 她抗生大生 一段時間 因此她說 有機會賺錢 人家 抗生一段時間 有證據 有證據在這裡 接著這件事 有一個客人看到了 不信她 於是她打電話給我 她說 譬如說 你是預言方面 最尊惠的 你麻煩你預測一下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股市是否狂生 她就跟我說 我說好啊 我出片 於是這個是她的 接著 你不用怕 這裡有記錄 你讀出來就可以了 接著 這個就是我預測的 我跟著預測 我的時間 是8號拍的 11月8號 當時的恆心指數 是21199點 我9號上傳了這段片 9號公佈時間 11月9日 這裡有時間顯示 我就自從說 會跌到2萬年左右 當時我拍那段片的時候 是21199點 但是我紀念說 會跌到2萬的電影左右 我已經跌到1,199點 但是這個封面圖是28,000的 這個是說 會不會升上28,000的 這裡說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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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號公佈 然後這裡不會升上28,000的 你看看 我已經說明了 幸好我這段片 就是那個叉什麼魚的後面拍的 它是前面的 所以這段片 它還未抄得到 如果我是它後面 它一定是要抄的 這個 我就說不會升上28,000的電影 然後它反而會跌到2萬左右 我一直在這裡寫的 所以我有實證據 大家可以看 所以我這裡已經是準 這個是慎準的一個證據 它已經是漏夜 完全不準 所以這件事 我就說它是騙10,000的證據 大家有證據 接著 看真實的證據 這個就是證據 什麼證據 看到 這個就是從每一個大選 你來告訴大家 每一個大選的時候 在1月5日 恆生指數 2萬4百多 大家看到 我預算的時候 11月8日是多少 2萬1千多 1千9百9 今天是多少 今天收入最低的是多少 2024年11月28日 恆生指數 19558點 他看到了 這個就是 這個恆生指數的證據 從來沒有生過 一來是怎樣 那就是我準 它是騙人 它已經不準了 成功 我想跟大家說 為什麼它騙人 是有牌生呢 因為它看了我這條片 我當時 我就說 有一條片 我就說 它升到2萬8百多 說中國政府 撐這個市 它幾遠 是人家抬到 你有沒有人說 中國政府 撐這個市 所以 有一陣子 有一個大選 之後有一排新 因為它沒看到2萬8百多 所以說有一排新 就是差我那條 幸好 我說它後面 預測 我說不會新的了 會跌的 而是跌到2萬左右 我又準了 當時那個客人 他看到我這條片之後 第二天 當時已經跌到 差不多幾點 他當時就中了 我補充少許資料 我看到觀眾有說 那些聲音 他說 七師傅是說美股 就不是港股 這個就是大家自然判斷 不是 說明的了 先說港股 大家去自己看 清楚 我今天 我是不會下任何的評論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裡是說明的 港股 不是說美股 他寫港股 他都不知道 說港股 講得很清楚的了 大家可以去這條片那裡看看 我覺得 因為如果字幕 我就看不到寫著港股的 只是說股市而已 他講得很清楚 港股不是美股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 鴉神騙鬼 因為它為什麼是說港股呢 它是說中國政府 撐市 所以恆心指數有一排新 恆心指數 不然是美國的嗎 很明顯自己的留言 想令到大家分審 沒得爭的了 他說中國政府撐市 難道中國政府撐市美國的市嗎 搞笑 不要騙人 總之一句話就說了 他說恆心指數會抗 要有一輪大薪 恆心指數難道是美國的 所以很明顯是說港股 中國政府撐市 當然是說中國的港股 不能創美國嗎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 所以他承冠 我是準 現在就說了 他欠錢的事實 他說他超過預言的事實 他是承冠來的 他一直欠人 說他從來不看我的東西 幾度說謊 這裡他今年2月 這裏就是2年4年2月2日 他幾個月在這裏 一個台當中說 說那些恆心指數 1萬6至2萬2 這裏就抄我的語言 說的1個一樣 我說股災 他說金融風暴 最悲齊的地方 他抄我的哪一條片 這條香港有錢電視的十八台 我當時1月6日 1月6日我就在這裏說了 這裏說得很清楚了 我說恆心指數 就有機會伸達2萬點 接著呢 到1萬6千點 這個呢 就1月6日 有線電視台報出來的 接著他就抄我的那個數據 1萬6千點到2萬點 接著我說股災 他就說金融風暴 完全都不變下 因為他抄我的語言幾多年 他發覺每一次都是準的 接著也都是押了很多公眾 以為他準 但是為我抄我的語言 加了很多錢 所以我的東西 他就是不格思索的抄的了 這次有準的假證 收據也有準 因為他抄了幾年都是準的 這個準的 師傅你很強調 他是抄你的 是啊 但是你覺得他有沒有一個 就是這樣說 他也有機會 可能同時他也是聽 外面其他一次過 集壞 沒有 因為這幾年當初 他只是抄你 因為他太過幾年抄 他抄了幾年抄我都準了 我跟你說一件事 他就知道我多厲害了 全香港的包括師傅和股評人 我是唯一的準的 在2022年 當時那一年我做預測 衡生指數跌穿18000點 那一月就跌到要2萬多跌 跌到17000多 到那時候 故事後面就大跌 跌到14000多 很多師傅 股評人說會跌到12000 或者是倒屁 不能撈的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那幾年的預測 我說 妹妹一流會升上去 2萬多跌 果然2022年 已經升上去2萬多跌 我問這件事 有個客人 他睡不著 他達到來問我 他說師傅 他說如果現在拋出去 過時14000多跌 他就問我 他說現在拋出去 他就有十幾萬多跌 他問我怎麼相信 我說不用拋了 我說一流會升上去 於是他真的就拋了 他來到年米 我說一定會升上去2萬多跌 果然年米升上去2萬跌 然後他就問我拋不拋 哎呀我不用了 你放心 過萬年之後 還有機會你會升上去1千跌 就是2萬1 果然過多年之後 就是這個手跌 然後他拋了之後 他賺了千多萬跌 插一插掌 Lucky Love Lucky Love 不要洗版 大家可以言論有自由的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洗版 他就說你10月份出片 華星到3萬跌 但是不要洗版 好嗎 三萬跌 他由我會看 會已經說了 都明白了 不會升的 自己看吧 不給錢 你怎麼看得到 OK 總之我剛才說的 即是你在會員那裡 會員那裡 是嗎 是的 我剛才說了 那個會員那裡 我說美國大選之後 那個衡心指數 就說跌不是升的 當時說跌了二萬左右的那條片 第二天已經跌了七百多 賺到八萬元 有個客人打電話來 他還投費 不是買多些 但是他看到你是免費版 是不是這樣說呢 這個不是免費版 要給錢下去看的 一百元而已 很便宜 很貴 好繼續 然後呢 這個就是那個叉咪魚 他寄給我的 他買了我的三寶 通信的證會 警員寄給我 他自己說自己 起碼寄出我的通信 其實他每一年 他都買了我的運程書 通信 照著我裡面的風水 報告人 報告人 報告風水 那麼他沒有信任 所以這個正成本來的 現在我再說 哇 他沒有資料的證據 然後呢 他說他自己很厲害 大家看清楚 他清好成人 他呢 炒股試了一千萬 這麼無聊的都有 你自己又說自己的真科 為什麼自己這麼無聊 炒股又試了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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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無聊的意思 他就說每一次輸一次 他就太快一次 為什麼 無聊嘛 這些就是他成本無聊的證據 你都看得到 他自己說的了 然後我說 他現在 這個呢 這個呢 就說他呢 是無聊的了 是成功的了 我現在要澄清一下 他說我騙人家 改個名字 騙人家 樓馬八千元 我今天為這件事 特地有澄清 這個就是我 和人家改名的一個證據 我這個女士 就是 2020年發生的事 就是四年前 我跟這個女人 改了個名字 這個女人來找我的時候 她老公就逼她離婚 子女反叛 她不能說話 一說話 她的子女就很生氣 好她的 於是她呢 就來找我 我看她這麼好年了 於是我就用一個 又有效 又省錢的方式 幫她來 幫我改了個名字 改了個名字 當時她的名字是46分的 我關她92分的 講完之後 那個分是怎麼可以的 她用電腦看的 分就 但是你殺了殺 你改名字 她用電腦打分 46分 她的名字 新增打分是92分 我幫她改了個名字 事實就是一個月後 她打電話來 她說 她主動說 她說 權朗師傅多謝你 你這個改名字 真是很神奇 兒女 就真的突然很孝順了 聽她說話 不反覆了 終於不跟她吵了 然後老公就 再沒有提離婚的事 不要逼她 態度也好了 她說我都很開心 那就是有個效果 那朱眼之間 過去四年了 她老公也沒有跟她離婚 因為當初她老公 逼她離婚的時候 她來和我改名的 那四年過去 她老公也沒有離婚 那就是表示我這個改名電 她老公也沒有離婚 這是有效的一個證據 誰知道 四天後 她可能 八字當中 逛了什麼沙 或者逛太歲 於是 她就以為 那個叉咪魚 不要錢 於是 於是就去找她 一學完之後 那個叉咪魚 那叉咪魚 就騙她 她也不懂得發生 就騙她發生 就收了她的錢 來貴貢我六萬幾 但這個女兒又不肯說 她只說她貴貢我很多 多少錢就不肯說 接著 叉咪魚魚 跟她化了沙之後 然後呢 就發生了 第一她就病了十年 花了沙之後 回去就病了 接著十年都醫不好 洗了很多錢 最慘的地方 就是她老公逼她離婚 但現在發生困窄 爆粗好了 哇 好好的 反常 接著 於是就去找到這個叉咪魚 就退錢 叉咪魚 就只是退了一點 都給她 接著就退到我身上 哎呀她之前不是和你改了名的 你找她 啊 這個和你有關嗎 和我沒有關嗎 她就 拉到我身上 接著這個女人呢 又真的不懂得分辨 於是又來找我 要我和她 要退錢給她 那這裡呢 我就寫了 我就禁包她的 你都可以這樣看 都可以禁包她的 我就說呢 我和你改名是有效的 已經四年你都沒離婚 就表示有效了 當時你老公是被你離婚的嘛 以前你的子女 現在就聽了話了 不要反叛啦 要是你自己說給我聽的喔 OK 那如果你真是要我退錢的話 除非你已經送我幾天做到化細 第一 你一定要改你的預名 不可以用我的名 你不可以用你的名 你不可以用你的名 你不可以用我 用我幫你改名 用我把錢全部退給你喔 我說這個沒有道理啊 不可以用我的名 第二 我說呢 之前我幫你改了名 你用了四年嘛 你四年當中 帶給你的名 帶給你的所有用具有效的一面 公平一點 來勢你就還給我 你肯這樣做的 OK 我把這個錢 流氓八千元全額退給你 那 然後我說呢 但是呢 你把你的用這個心 改回你的舊名的這個戶口 給我 我先 我把流氓 我寫得很清楚啊 我把全部流氓八千元退給你 我都說得很清楚了 但是這個差什麼語呢 他就很容易說 我是騙他錢 說我很累喔 這也不行啊 大家好 看影片的觀眾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做齊CLS 留言 讚好 和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盡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焦點FMTV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最新資訊等著你 如果你想多看更加免費的內容的話 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www.fmtoday.net 裡面有更多不同的類型資訊 還有一些免費的網課等著你們